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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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突然问这个 师父回信了 不日就将回到西陵 太好了 那我不是马上就能拔剑了 谢谢师叔 我说你们还真不好啊 饿了吧 等一下 想吃什么 你喜欢吃甜食 那我杯甜羹吧 还是点一些你爱吃的吧 那甜羹也要 好 这哪是甜羹啊 分明是碗毒醋 要不一起干一杯 那个不用了 这碗毒醋我自己干了 你们随意啊 随意 甜羹是吧 稍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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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们第二次一起看烟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俩什么情况 怎么睡一晚上就感冒了 无大碍的 快走吧 我们出发吧 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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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别过来 你们俩太重了 过来我就死定了 我自己爬 我自己爬 小乔 我来救你 抓住 慢点 等等 快 小乔 你干嘛 你在干嘛 不散保佑 不散保佑 不散 小乔 你干什么 你疯了吗 召紧生子 小心 小乔 霉孔 这里是 不能 这是何意呀 您打开看看 这是我用石膏磨的 我还给您漆了块黑板 这样以后上课 您就可以写板书了 彻以添添的 一经都背不出来 竟整这些玩意儿 不要算了 送都送了还想拿回去 对不住了 我总要带点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陪我一起离开 那就委屈你们 跟我一起浪迹江湖吧 你在做什么 叔叔 打算去哪儿 我能去哪儿 我就是顺道过来看看 背着包袱来看 女生出门带包很正常 总是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要装 这包袱不算帅 我还以为你打算要离家出走吗 怎么可能啊 行吧 既然不是离家出走 那就跟我走一趟吧 我不太方便 我不太方便 我还有点事 要不咱们改天 哎 此乃家母留下的龙凤佩 家母曾经言明 待段玉成亲之时 便将这凤佩交予她的妻子 如今 我将这枚奉佩作为信物 向杜家提亲 希望杜之府 能够将若云 许佩给段玉为妻 婚姻乃是结两性之好 我希望得段玉为序 却担心 她的心里 只有那个顾青桥 您大可放心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家父家母早逝 长兄为父 段家果然是门风森严哪 段家和杜家 喜结秦晋之后 在这长庆 也可安定一方百姓 段宗主所言极是 你我两家联姻 外亲也会忌惮 杜之府心系天下百姓 段某敬佩 将登军 为输ieron 虚全 是的 我答应过他 留你一条生路 你走吧 你这个罪孽深重的恶人 你一定会下十八岁地狱不得好死 你一定会死在段谋手上 少爷也会为我们火鹤族报仇的 你听好了 他端玉 这辈子 下辈子 生生世世都抖不过我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 能证明顾清巧与曼陀教徒无关的证明 这是 神功的衣装 不错 笔人正是神功的神官 神 神官 神功向来不问俗士之事 想不到神官大人会在长庆出现 有历至此 发现了一件与我相关的事情 自然要说出这件事情的真相 你如何证明你真的是神官 此乃神官令牌 与新年神功公主赠予各大世家的令牌相访 我记得长庆段氏也有一块 段公子可以以此验证 我的身份是否为真 千真万确 好 神官大人 请问你说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我亲眼所见 顾清巧与段少义一起被曼陀教徒绑走 因此顾清巧与曼陀教徒并无关系 大人 此人来历不明 你可千万别被他们蛊惑了 住嘴 神官大人 本官认为 就算您亲眼目睹 也不能仅凭一句话吧 神功向来中立 知府大人若是质疑本神官的话 可是在质疑神功的威信了 本官 并非此意 不用着急 不仅 Messiah 神功 对 作词 神功 你放在下 小蜂疑 又买采怅 与 乳质疑 很主意 但是 就书肯 是什么 谁 这儿 也很酷 我 不用了 有神官出面作证 此案无需再审 知府大人 我有大案 我要上堂 各位 这个顾清桥 可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他之前 勾结曼陀教徒绑架了我 要不是小姨我命大 险些就死于曼陀教徒的手上了 他就是个妖女 这样的妖女 必须立即处死 你们说对不对 对 你们今天在这儿 就是为了督促大人办案 以免让某些人钻了空子 让这样的妖女危害人间 对 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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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少医之前 一直不愿出堂作证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击骨鸣冤 趁是诚实不足 败事就会 我画好了 能认出来吗 我 是个人都认不出来吧 看来我只能当灵灰画手了 你别气馁 这样 你来描述 我来画 等等 他没有头发 胡子很长 眼睛很大 下巴很短 还有很多皱纹 对 就是他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 端月 你说 你怎么这么完美 完美 是我的有点之一嘛 好了 你不要说得那么直白嘛 直白什么呀 你看你 能写能画 能文能武 家境英识 而且 还帅得不要不要的 这要在我们那儿 简直是活脱脱的现实版男神 那这帅的不要不要的 到底是帅还是不帅啊 当然是帅 就是超级无敌帅的意思 四哥 四哥 你看见若依了没有啊 我也还在睡觉吧 四哥 我找若依有急事 我先进来了啊 你这有什么意思啊 没看见啊 行侍卫 你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你先是不让我进门 现在连话都不跟我讲了 太过分 行司 我要跟你胳膊断衣 四哥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西陵派有天下第一吗 待小师弟回来 他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 师父 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 阮四穷去了哪里吗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他已经死了 他是为了给顾清巧 亲目人心剑而死 他不可能再回来了 不可能的 小师弟是天下第一 他不会死的 师父 你可知阮四穷的天下第一 是他把心 献给清目人心剑换来的 而现在那把剑 已经被我刺入了夺魂钉 任它有天大的本事 它的魂魄 也将被我禁锅 永生永世不得翻身 师父 在我心里 我还把您当做我的师父 您是西陵 唯一对我最好 也是把我看在眼里的人 小白 归中我圣血门吧 只要您成为圣血门的人 我便能保住您的性命 你还记得西陵门贵吗 西陵弟子 一体毒性 守望护住 师父 救 花花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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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小师弟 小白 花花 花花 是你吗 是你吗 快 快给我解药 给我解药啊 小白 送没事求你了 快把解药给我 他们 他们都是你的同伴哪 我没有同伴 我没有父母 没有族人 没有朋友 这也是我孤身一人来 也要孤身一人去 就是赌方老板 我亲眼看见的 怪不得一大早我在门口哼见他 原来他到赌方彻夜赌钱去了 还一身酒味 你们说这种人 如何在书院当一个交书育人的先生啊 郭先生是有些怪才 于术术方面颇有见解 只不过 他脾气怪异 人缘确实不太好 他和邵义总有矛盾 一年总会有几次 向书院检举邵义上课不端正 常儿书为邵义说了不少好话 哎 你们说会不会是郭先生 看不惯邵义跟他作对 所以把他绑了 这 顾小姐 这郭先生 是个读书人 半点武功都没有 手无腹肌之力 这如何关得住我们家小少爷啊 说得倒也是 可我总想着 现在一点眉目都没有 完全不知道 从哪儿入手找少爷 既然郭先生有些不对 我们就逮着他继续查下去 说不定能发现点什么 目前最可疑的 就是郭先生 还有赌方老板 那我们就再去一次赌方看一看 郭先生 郭先生 小乔别怕 我因负债累累 不堪重负 实在无言以对家人寻生 通知官府 你说这都什么事啊 罪事案刚有了眉目 又出了一个上吊的毒鬼 等一下 段公子 这碎事案可有眉目了 这死者是个女人 只可惜容貌一回 我们会继续调查 好 多谢 告辞 程院长 来 回到那帅 籁医生 和这些朋友 钱负倩 不得了 尝尔叔 在天主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好 才把你给了 他还没人 了 那你必要 就算了 您 昌二叔说话滴水不漏 真的很难抓到八倍 段月 我刚才瞟了一眼 死者的双目是赤红色的 双目赤红 是血树 他为了不让我看清 所以提前拉下了白布 分尸也正是为了掩盖血树 程院长刻意隐瞒此事 说明许婆子的死一定与他有关 少义 郭先生 许婆子 都是出院的人 只有少义失踪的话倒还好 我现在有了更坏的猜想 程二叔或许已经投靠了盛血门 这件事情必须让兄长尽快知道 走 小乔 怎么了 没事 可能是我最近没睡好 有些敏感 我们走吧 对 小乔 有些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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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不见 有些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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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为了我 投稿了圣雪门 圣雪门徒 这莫非 莫非你听命于圣雪门 就是为了她 兄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只是没想到 堂堂济州书院的院长 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听命于圣雪门 出卖我们四大世家 这真是正当的耻辱 一切都是我的错 雪婆子是我杀的 与莫非无关 不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我求求你们 救救雪娘 求求你们 救救雪娘 莫非你想救她不成 让她去吧 程院长 她 我带你去找门主 找到她 你别拿活下来 走 莫非 你还不明白吗 她骗了你 怎么可能 她说过 只要你再吃一枚碧落珠 就能活下去 碧落珠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曾听师父说过 虽然碧落珠有激发人体潜力的作用 但 确实一枚毒药 毒药 如果圣雪门门主 给院长夫人服用的是碧落珠 那她现在这种油进灯窟的状态 就可以解释了 我被骗了 只要 你 我 像 我 你 要 我 有 所以我今日特来登门致歉 你我相识多年 此事虽然生气 但也不至于与你为难 有件事我还想询问你 您请讲 听闻冀州圣血门出了大事 死伤惨重 此事是否属实 不瞒杜知府 我刚从冀州回来 情况确实属实 我不明白 圣血门为何要袭击冀州树苑 是为了藏宝图而去 知府大人知晓 我段家一直防范圣血门卷土重来 他们正在搜集死灵 这其中一灵的藏匿位置 就画在这藏宝图中 如此说来 圣血门已经得到了那张藏宝图 还未 藏宝图一分为死 这其中的两张 在我手上 现在这两张藏宝图 正是钳制住圣血门的关键 看来我长庆不久以后 也会有一番兴风血雨啊 所以我今日特来拜访 也正想跟您商谈此事 恐怕长庆周围需要增加布防 圣血门人容易隐藏在普通人中 很难分辨 这个好说 皆是我会调遣兵将 与吴一位一同职守 我担心的是藏宝图是否安全 自然安全 我一直随身携带 人在 图在 您不必担心 这就好 这就好 来来来 我敬你一杯 敬你一杯 小姐 干什么呀 小姐 您从昨日回来就一直这样 后台起来吃点东西吧 不吃不想吃 你们都给我出去 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不行吗 卓妍 少艺 这么多好吃的还不想吃啊 怎么了 少艺 你今天 元华 我跟少艺有话要说 你先出去一下 是 怎么了 你今天有没有听到什么传闻 什么传闻啊 死人 命案什么的 没有啊 你怎么突然关心这些了 我就是随口问问 你今日怎么会来啊 杜知府请我爹来府上赴宴 说是叔叔和你推亲的事 我就顺道过来看看你 什么 少艺 帮我引开外面的人 帮帮忙